各位同心 各位同志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我今天要介紹一個帥哥 他是台年的立法委員 賴政昌校長 他也是以前的 台北雄專 變成台北商業大學的校長 很年輕 很優秀 台灣人真的看到這麼優秀 熱烈掌聲在這裡歡迎 他要給我們大家 政府預算的審查 由他來給我們上課 是最標準 再一次 熱烈掌聲歡迎他 謝謝 謝謝 來 秘書長 各位學長 各位同志 很開心可以來這裡 跟大家 利用對一對的兩個半小時 來跟大家介紹的這個政府預算的審查 我們知道說政府預算審查來講 這其實 預算這本身是一個會計協裡面的一個範圍 本來很專業 但是他除了專業以外 尤其是政府的預算 他除了說會計專業以外 我們知道說政府預算 其實他也有高度的一個政治性 因為預算來講是我們各方的 是政府要做的執行 你說你要做什麼事情一定要錢 但是在現在的法令規定之下 你錢如果沒有經過預算通過的話 即使有錢也不能用 在政府是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來說 這個預算來說 就對我們每一個人 有心要從事這個公共領域服務的人來說 這是大概你都必須要了解的一個地方 雖然說起來是有一點枯燥 但是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 我們確實必須要去面對的一個課題 你不可以說 你要參與公共領域的服務 但是你只有有理想有理念有主張 但是要執行的時候 要執行的時候 你如果說沒有錢 你不知道應用什麼預算這個觀念來講 可能你就會很難做這樣 所以政府預算來說 它是說實在是有點枯燥 但是對於每一個要從事 公共領域服務的人來講 確實必須要去認識的一個課題 那預算 政府預算既然它的重要性這樣知道了以後 但是這個預算裡面 根據我們現在的預算法來講 你預算來講 每一個單位誰都可以變 但是你這些預算 一定要經過什麼 經過民意機關的審查 民意機關指的是指 我們人民的代表 比如說像中央預算的立法院 地方預算就各級的議會來審查 所以說這個審查這個預算來講 它是一個又專業性又有政治性的一個學問 所以說我們先跟大家做這個介紹 那 那 東聯對我們秘書長有介紹 這個 他剛才在講帥哥 我給他看一下是誰 哈哈 他說年輕 其實也不年輕 也年近六十了 其實也不年輕 這是因為我本身來說 我當過會計師 後來就在大學當校長 大學就剛才那個秘書長說 以前我們叫做台北商專 現在還在做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做校長 現在在立法院 我是代表台聯黨的部分區立委 所以說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形之下 秘書長叫我來講 跟大家講 跟用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來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我想說這也是今天 能夠在這裡跟大家見面的一個 因緣的一個說明 我們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開始來 介紹這個政府預算 那今天打算要跟大家介紹的內容 分成這幾個部分 第一個做一個政府預算的一個背景 或者是基本常識的一個介紹 那第二個來講 就是說 預算書的範例大概是長什麼 因為我們 真的都知道預算 而且也知道預算 但是可能很多人 都沒有看過預算書 到底是長什麼樣 那我們就用很短的時間 跟大家介紹說 預算書是 我們現在講的 它不是無字天書 但是 它是 跟天書也差不多 我都把它稱作叫做有字天書 一樣很難看 但是它很多來講 但是它裡面的基本內容是什麼東西 所以一個翻例 再來說 預算的時候 時常會看到的書詩有什麼 對於我們來講 對站在背審來講 這裡說預算的編製的書詩 但是如果站在行政單位來講 不然這就是他們編製預算的美國 他們的技巧在哪裡 再來第四個部分就是 他們會怎麼編 但是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實務上我們怎麼來進行審查 最後再做一個結論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內容 那首先 在有關今天的前沿部分 要跟大家介紹的 政府預算的意義 跟預算的功能 跟我們財務的原則 跟數字會說話 跟我們預算資訊架構 一些比較有關的名詞的介紹 這是我們今天要上課 在這個有關這個 基本背景的前沿說明的時候 打算跟大家介紹這幾個 首先我們來講 政府預算的意義 這有關政府預算的定義 其實很多 但是這是一個黃世新教授一下 我是認為說 這個算是比較完整的一部分 政府預算是指的是說 一國政府在一定期間內 為達成政治經濟和社會目的 根據國家施政方針 以國家整體資源 以國民負擔能力為估計基礎 所預定財政收支計畫 也就是說 經由政治程序所為是國家資源分配 落落頓很多 但是落落頓裡面 其實它每一句話都有它特別的重點 因為預算來講它指的是什麼 一國的政府預算 因為它預算 有很多種預算 那個人也會有做預算 那每一個家庭 那除了我們要買房子 或我們年度 我們會不會做預算 也是會 但是我們在這裡講的 不是講你個人 也不是講你家庭 我們是在講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的預算 這才是政府預算 那再來強調的是什麼 一定的期間 我們知道說政府 它其實是應該來講 在理論上來講 是要永續進行 其實那個就像政府推動正式 其實是不是 是不是說這個什麼 永續每天都在做 而且基本上來講 是不是要一直做下去 我們是每天做 但是我們預算來講 雖然政府的功能的執行 是天天都在做 而且是一直持續在做 但是我們預算來講 我們還是要把它控制在一定的期間內 你不能說我編一個預算 是無限期的預算 可不可以 那當然不可以 那這個政府在一定期間內 那它的目的是什麼 達成政治經濟跟社會的目的 因為我們這個預算來講 不是只有一個單一的財務 它還可能包括什麼 政治經濟跟社會各種的這些目的 這個所以說我們的預算 有時候在考慮的時候 它不是說只有經濟面而已 有的時候還要考慮到什麼 還要考慮到說它的一個經濟 還有什麼政治還有什麼 它要達成社會的這些目的 那根據什麼 這些的話是根據國家的施政方針 比如說你進步你的施政方針是什麼 比如說像日本的安倍首相 他上台以後他就講說什麼 他要怎麼樣怎麼樣 這是他的施政方針對不對 所以你就看他的預算 可能就可以要配合這個 在我們台灣 比如說我們政府說 我們要照顧弱勢 如果說這個是政府宣示的政策 那這個政策的話 我們要來講 這不是跟人家說說的 那你一個最好的檢驗的方法就是什麼 你說要照顧弱勢來講 我們就要檢驗說你的預算有沒有做到 你的預算裡面你有沒有社會福利的支出有沒有增加 你對於這些弱勢族群的照顧的 預算有沒有編列 這個就是說看你政府的施政方針 那你除了施政方針還要考慮到什麼 國家整體的支援啊 你說這個畫柄大家都會畫 但是這個還要考慮到什麼 你國家的整體支援到什麼程度啊 你說這個國家來講 你有多少支援有多少什麼 這個都是要考慮 國家支援跟國民的什麼負擔能力啊 因為我們知道說政府其實政府本身有沒有錢 政府的錢從哪裡來 還是從人民來的對不對 那你政府花的錢越多來講就是要怎麼樣 人民的負擔就越大嘛 所以說也要考慮到什麼樣子 人民的負擔能力 那這樣來估計的基礎 所預定的什麼財政收支計畫 所以預算是一個財政 跟財政收支有關的計畫 我們知道說我們一個政府可能有各種的什麼計畫 比如說政府的什麼12年教育計畫 什麼計畫很多的計畫 但是我們政府預算是在講的是財政收支預算 也就是說要經過怎麼樣 要經過政治程序 所謂的國家的支援分配啊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政治程序 因為我們的政府預算一定要經過什麼 經過立法院的通過啊 你預算誰編的行政單位來編 但是編的怎麼樣子 他是要向誰要錢 向人民要錢對不對 但是人民為什麼要給你錢 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要跟著說服人民說 我給你收這麼多錢 我這錢要用在哪裡 那人民有同意以後才可以 但問題理論上是要人民同意 但問題人民每一個人來進行審查 沒有辦法有每一個人 所以我就有什麼 由他的代議機構 就是由立法院或各級的議會來怎麼樣 來審查 那立法院或者是議會來講 他們經過的就是什麼 審查就是其實那個就是一個政治的領域 那所以就是經過一定審查的政治程序 那他審查過了以後就是國家資源的一個分配啊 我們一年的預算有有一兆 那這一兆裡面幾千萬用在哪裡幾千萬 這是什麼用在國防外交還是用在內政還是教育 還是什麼這個都是什麼 跟資源分配有關啊 那在以上這個是我跟各位介紹是說 如果說你要對於這個政府預算來講 有一個這個比較完整的認識的話 這是一個他的一個定義說明啊 那再來的話 那我們了解他的意義 我們再來看一下說 那預算的功能是什麼 請不答答今天是這樣 預算的功能他 預算的話我想 在我們很多的書上裡面都可以看到說 預算會有很多功能啊 但是我認為說最重要的功能是有這三個啊 第一個是什麼 強迫規劃啦 你政府你要編預算 你如果沒有規劃你預算編得出來編不出來 你沒有沒有你沒有計劃你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 你預算怎麼編對不對 預算總不是說隨便憑空想像出來的 所以他可以什麼強迫規劃 那第二個功能是什麼 可以提供衡量績效的標準啊 我們知道說提供衡量績效標準 因為我們政府施政來講 做得好好不好 是不是要有一個標準來判斷 那當然我們衡量績效有很多什麼方法 但是 預算是一個怎麼樣 很具體的數字 而且是你政府自己編的 我用你自己 你行政單位編的 編的數字我來考核你 到底做的什麼 比如說你說你今年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就來看你的預算執行力多少 對不對 執行效果怎麼樣 這個是不是都是很有效的 我們 因為它是很具體的一個標準 所以是說是一個很有效的標準 我們的政府時常在講講說 為什麼這個政府做得這麼努力 為什麼人民都無感 這個無感有時候想想 對啊 是不是我們政我們的佩生對政府太怎麼樣 要求太多 他做到老國的憲法老爛 不是 應該不是這樣 就是最最重要 你政府沒有辦法提供 你即使你努力什麼 你做什麼 你沒有提供一個很客觀 大家都可以信服的這種標準 就是你說的 我很努力 我做得很好 怎麼樣 這說起來人民為什麼會無感 就是說 這些可能衡量的標準都是比較抽象 比較主觀 可能在 你當事人你覺得說你很努力 但是 百姓來講 可能就不覺得說這個是什麼啊 對不對 就像政府這樣講說 而且這個 一個事情 對每一個人的感受是 會不一樣啊 就像去年 我們政府說要油電調整 油電雙漲 那馬總統還 他還一部很無辜的 他講講說 這個我們為了追求社會一個月 不過水電會增加個兩千塊 另外 這個大家需要這麼 他還一部這樣 在電視上這樣講說 只有增加一兩千塊 一般百姓可能 不應該這樣子緩彈啊 但是你給他想 對一兩千塊來講 對一個月如果說薪水十幾萬的人來講 真的 你說 一個月如果賺幾十萬的人 一個月如果說 多花個水電會 多花個一兩千塊兩三千塊 有沒有差有沒有感覺 真是沒有什麼影響 但是你如果對那個現在的學生啊 不要說學生啊 就是一般稍微說 畢業以後 如果說對一個月對三萬塊五萬塊 再維持過生活的人 你一個月光水電會增加個一兩千塊 兩三千塊有沒有感覺 那感覺壓力就很大啊 所以說這個就是怎麼樣 在總統來講 馬總統他為什麼他實際上會覺得說 他做得很認真 為什麼百姓都不給他拍拍手 因為我個人是猜想可能是說什麼 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的生活跟一般百姓生活有落差嘛 他自己來講 他可能一輩子從來沒有說 靠三萬塊五萬塊再過生活 搞不好他的親戚朋友裡面 他也沒有任何的窮親戚窮朋友 但是我們社會上 一個月靠三萬塊五萬塊 購生活很多不多 很多啊 你想想看 對他一個月搞不好 一個總統一個月的薪水四十幾萬來講 你說叫他一個月多花三千塊 我是覺得說真的 如果我是他的話 我也是 我也覺得說三千塊有什麼問題 但如果對一個月如果賺三萬塊的人來講 三千塊的話 可能就是十分之一 他搞不好這是 他一個月存三千塊存一存 搞不好這個是以後開學的時候 小孩子要註冊的學會的來源 所以有沒有影響 所以這個就是說什麼樣子 我們這些衡量的話 政府你沒有一個什麼 都是用各種的 都是比較主觀的 那預算呢 預算來講這就是一個很客觀的一個標準 所以 預算第二個功能就是可以提供一個什麼 績效衡量的標準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有助於溝通啊 因為你預算的話 你既然要經過審查 要經過議會通過的話 那你要不要說明 你要 你這個預算來講 你就要有這樣說明 你能夠說服這些立法委員 說服這些議員啊 那這些立法委員或者這些議員 他背後有沒有選民的壓力 有啊 所以說這樣子來講 有預算的話 才會有注意什麼 你就必須要溝通嘛 所以這個是我認為說 預算的功能有很多 這三個是比較重要的三個功能 那再來的話 就講這個財務原則啊 財務原則的話 我們說一般 一般在理財來講 我們大部分的理財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什麼 個人理財 一個叫做什麼 公共理財啊 個人理財指的是什麼 包括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有沒有理財 你說現代有沒有人說 我都不理財 我沒錢 但是你沒錢 你也是要理財啊 你每一個人來講 你每個月賺多少錢 買多少錢 或者是你每一個家庭 這個是不是都要理財 甚至一個公司 要不要理財 要啊 這些的話 我們都把它稱為 個人理財 個人理財 他的一個最大特質是什麼 你 錢夠不夠 如果這收支有沒有盈虧的話 誰負責 你個人要負責啊 對不對 你公司賺錢虧本的話 怎麼樣子 是不是你公司自己要負責 又有股東 賺錢是股東的 虧本也是股東的 你個人來講 你錢如果說你錢不夠用 你自己要去想辦法 有沒有人會幫你想辦法 沒有 但是另外還有一種什麼 公共理財 公共理財 就比如說像各種的基金會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 甚至一直到哪裡 到我們的政府 好 我們這個什麼 因為他有沒有金錢的進出 有 而且這些金錢的進出的話 他的一個特質是什麼 這些錢用的夠不夠的話 誰負責 你說 這個政府如果說錢不夠用的話 那個總統需要把他自己的錢拿出來 拿出來店嗎 總統可能沒錢 比如說像我們以前的 連戰當行政院長 如果錢不夠用 連戰會 需不需要把他家裡的錢拿出來 歸還 也不用啊 錢由誰來負擔 由人民啊 對不對 所以公共理財來講 跟個人理財最大的不一樣來講 他除了範圍對象不一樣 最大的就是說 他們理財的最最後承擔者 是不一樣 個人理財就由個人負擔 公共理財 他的盈虧就由公共負擔 那如果在這樣子的一個差別之下 發展出來的兩套 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他的一個理財原則 財務原則 在個人理財 我們要重視最重要的一個什麼 財務原則就是什麼 一定要那個量入為初啊 量入為初就是什麼 你收入多少 你最多 你才能夠花多少錢 最好你什麼 你賺100塊 你最多是怎樣 最好你是怎樣 只有花80塊 最多能夠花多少 花到100塊 對不對 你收入的上限 你把它這樣 你能不能說我賺100塊 我給他花120塊 150塊 不可以啊 你如果在個人理財來講 你如果說沒有量入為初的話 你早晚會怎麼會破產 對不對 如果說我們有朋友是 他個人的理財態度 不是量入為初的話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要離開這些人 離這個人遠一點 為什麼 你早晚一點你救急 那救急一點什麼 會把你倒帳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個人理財是這樣 但是公共理財呢 公共理財來講 他的理財原則就是量出為入 公共理財來講 他考慮的就是說 你這個支出有沒有必要性 只要你這個支出有必要性的時候 你不能夠說用 我有沒有收入 我有沒有錢來 作為我要不要做的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什麼 公共理財他不一樣 這個比如說 我們今年是民國104年 是應該是民國98年出生 98年次出生的小孩子 是不是今年要念小學 對不對 六歲要念小學 我們如果說我們政府說 今年我們政府沒有錢 我們可不可以講說 好那98年是今年出生的小孩子 就今年全部都不要上小學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你想想看 如果說這個小孩子 念受國民教育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 政府要做的事情 你如果說沒有錢 那你就讓這些 這一年出生的小孩子 不念小學 那以後這一年的小孩子 不是都是文盲 對不對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啊 文盲的比例一定會增加很多 那我們國家的人口數值 會不會降低 會 我們很多的經濟 我們的競爭力會不會降低 所以政府能不能說啊 我沒有錢 所以這個怎麼樣 這個交易經費我就不花 不可以 我們的要考慮的是說怎麼樣 你這個支出來講 有沒有必要 如果說是有絕對 一定要花的時候 那你不能用沒錢而不做 你要另外去想辦法去什麼 去找錢 這個就是什麼 量出為入 那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如果這樣子來講 錢 這個只要 不受收入的這種限制 那錢要怎麼花 都可以嗎 當然不是 因為我們公共理財來講 我們是說 你不能因為沒錢而不支出 但是 所以它的重點是把它擺在哪裡 擺在支出的控制啊 所以我們對於公共理財 對政府的支出 我們會比較 不是在說 你政府有多少錢 來做多少事 而是說 你這些支出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合法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必要 所以我們就有什麼 就有預算制度 你政府你沒有預算 你任何的錢 你政府都不能花 第一個你一定要有預算 那預算要經過怎麼樣 要經過國會的監督 或者是民意的監督 對不對 那再來呢 在執行中的時候 就有各種主計審計的控制 那最後就是說 你支出的結果 要經過什麼 結算 所以我們就是 用各一套系統 來控制你的一個什麼 支出的一個合法性的一個必要性 這就是說 我們公共理財 我們就是要 要來控 重點不是在控制你收入 而是在控制你支出的一個必要性 那如果說你這個支出 如果說 支出如果說是必要的以後 那至於有錢沒錢 那是另外財政部長另外的事情 是財政部長的事 那政府如果說這個錢一定要用 那去哪邊找錢 那是政府的財政部的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們知道說政府找錢 政府的錢的來源有幾個 政府有很多 我們有給他 給政府很多的一個權利 我們一般來講 對政府找錢有幾個來源 第一個想到什麼來源 課稅嘛對不對 課稅其實是由誰負擔 由人民嘛 有哪些人民 由現在這一代的人民嘛對不對 那一個是課稅 那另外一個呢 舉債嘛 花行公債或印鈔票嘛 這個花行公債或印鈔票也是由誰負擔 也是人民負擔 只是說是哪一代的人民 不是這一代是我們下一代的人民來負擔 那第三種政府經費的來源是什麼 不是投資 就變賣資產嘛 變賣國有財產嘛 那政府的國有財產 那變賣國有財產的話 國有財產是誰的 也是人民的 但是這些是哪一些人民的 是上一代人民留下來的嘛 所以我們政府去找錢的話 大概有三個來源 一個當然就是課稅 就是由這一代 然後再來就是由下一代 要不然就是上一代 吃先人遺產 那這三個裡面來講 我們知道說 如果政府錢一定要有錢 那這個錢最好是哪一個是最好 其實是課稅是最好 為什麼 課稅是這一代的人來負擔 這一代人來講 你要給他要錢的話 他會不會痛 會會痛 他會不會叫 會 所以你政府支出你就會小心一點 你如果說叫下一代來負擔 或者是以前啊 他們會不會吵會不會叫 下一代搞不好還沒有出生 那上一代的人 搞不好都死掉了 所以 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要下一代或上一代的人來負擔 政府來講是最沒有壓力啊 但是 我們知道說 最好是有課稅 但是我們知道說 一般的民眾 講到課稅 大家是不是最不喜歡 政府只要講說要課稅的話 人民是不是 所以很多的民意代表 很多的立法委員來講 他在選舉的時候就一直回去說 這個我們政府都不要課稅 我們最好是無稅 我們都不要繳稅 其實你真的給他想 這樣好不好 你這一代人不用繳稅 那錢要誰出 下一代出 或者上一代人出 但是這些人來講 相對的反彈的聲音比較小的時候 政府壓力會不會小 會比較小 所以他錢會不會亂花 會比較容易亂花 那如果說是這一代的人來講 他可能來講他就是 會比較痛 聲音會表達出來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這個就是我們財務原則的話 我們把它分為個人理財跟公共理財 那個人理財一定要符應的是 量入為出 但公共理財符應的是什麼 量出為入 那量出為入的觀念 剛才講了以後 那我們知道說 政府的預算是屬於哪一個 我們一開始在講定義 我們是講政府的 不是講個人 也不是講家庭 你如果是你個人或你家庭的預算 夠不夠 那你自己要負責任 所以我們不知道 我們今天講的是講 政府的預算是屬於什麼 公共理財 然後我們公共理財 在這個量出為入的情形之下 所以預算重不重要 就很重要喔 如果說我們不關心的話 那錢就會隨便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接著再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個觀念就是說 預算來講 既然預算是這麼重要 但是預算都是透過什麼來表達 都透過數字啊 都透過數字啊 這個 這個數字的話 那我們時常在報紙上 或我們時常聽人在說說 啊 受理會說話 數字會說話 這個大家都聽過 但我問一下 數字怎麼說話 數字會跟我們說英文 還說中文 還是說日文 還是說阿拉伯文 數字叫阿拉伯數字 但是阿拉伯數字是不是阿拉伯文 我自己都很懷疑 阿拉伯文我不會 阿拉伯文是不是叫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好像也不是 他為什麼叫做阿拉伯數字 但是阿拉伯數字未必是阿拉伯文 所以數字會說話 數字要怎麼說話 大家都聽過 但是可能很多人 我們來舉個例子 來跟大家 來說明一下數字怎麼說話 這個 如果說我跟大家講說 一百七十七十 給你這幾個數 給你這個資訊 問說這什麼意思 大家說那怎麼有什麼意思 這有什麼意思 這是阿拉伯數字而已啊 這個有沒有意思 你們一定跟我講沒有 這只是阿拉伯數字 但是如果說 我再把它加一個什麼 一百七十公分七十公斤 我問你說什麼意思 你們可能會不會跟我講說 你是不是要跟我講一個人的身高體重 有沒有可能 你是不是馬上會聯想到說 我在跟你講的 不是沒有意義的話 我們可能在 我們要討論的是一個什麼 一個人的身高體重 那講身高體重 有沒有什麼作用 比如說 這個比如說 如果說我以前我當校長 如果說現在做好長 有時候比較多 學校有很多女老師 比如說 都現在學校有很多 很多女性的教職員 都沒有結婚 沒有結婚的老師 女老師很多 那校長哪一天就想說 某某老師 我幫你介紹個男生很不錯 怎麼樣 好不好 他應該講好啊 校長要介紹應該好啊 那介紹的話 當然會介紹很多種的資料 比如說他的他的年齡啊 他的什麼什麼什麼 很多種的那個對不對 甚至他的長相 那這些有很多東西是具體 有些是什麼 是很抽象的 那其中我要不要介紹說 他的長相 他的外型大概是怎麼樣 那我如果 我跟他講講說 100 他對方長得170公分 那170公分 70公斤 你想想看 這個女老師他可能 他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他腦海會 會呈現這個人 大概是什麼樣子的外型 我們知道說170公分 70公分 在東方的男性來講 大概只是屬於什麼 中等身材嘛 應該不算高 也不算來 也不會很胖 也不會很瘦 是不是就中等身材 那如果說我給他的資料是 180公分 50公斤 那這個女老師 他馬上腦海會浮現 這個男生大概長什麼樣 大概瘦瘦高高 搞不好還像竹竿一樣 會不會 那如果說 我跟他講的是 160公分 80公斤 那大概是什麼樣 矮矮胖胖的嘛 我們用這個例子來看 他沒有見過這個人 但是我給他幾組的 幾組的這些數字 他腦海裡面 會不會呈現不一樣的人的外型 那這個就是說 他沒有看過人 但是你數字可以讓他去 拼湊出來這個圖像 就像我們去買股票 我們不知道這家 我們有沒有參與這家公司的經營 沒有 我們不是經營 我們只是股票組或投資人 經營人不是我們 我們不知道公司怎麼 但是怎麼樣 我們為什麼要看財務報表 我們看財務報表 我就可以知道 這家公司的 比如他營業額的大小 大概就知道說 這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 他的一個獲利能力是 他的存益力多少 這家公司獲利還是賺錢還是虧本 賺多賺少 是不是透過這個數字 雖然我沒有參與境 但我可以知道 這家公司的狀況 同樣的一個政府來講 我們老百姓有沒有參加 政府的經營管理 沒有 但是透過預算 會不會幫助我們去了解 這個政府大概是什麼樣子 狀況 所以說數字會不會說話 這個數字來講 你從一個沒有意義的數字 可以讓它變成什麼樣子 變成讓我們去認識一個人 或者是一件事情 或一個單位的這些什麼 基本的一個概念 這個資料有沒有幫助 這個就是很有幫助的一個地方 我們了解了說 預算它的功能 它的意義以後 可以幫忙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預算來講 預算它的資訊的這個架構 我們一般在講到預算來講 我們就是想到說 就是政府編的預算書 其實預算書只是 它所呈現出來的一個什麼 一個書面資料 我們要了解一個預算來講 我們要了解整個的 預算這個資訊 它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而且它的過程是什麼 我們知道說 預算的資訊 它的目的是什麼 它的目的 其實政府為什麼要 每一個各級政府單位都有什麼 都有會計主計人員 這些會計主計人員 他們其實每一年都花很多的時間 就要什麼 編預算 然後立法院也花很多時間 在審查預算 然後在執行預算 其實整個國家社會 花這麼多的成本 對預算的目的是要控制什麼 不是說沒有事情 大家沒有事情 大家來玩數字遊戲 不是 它的一個目的是要怎麼樣 透過這種預算的制度 能夠說 讓政府跟人民之間 取得一種什麼 一種契約行為 我們知道說 剛才我們也講 政府的錢是來自於人民對不對 那人民憑什麼要把錢交給你 一定是說你政府要做些什麼事 對不對 人民認同他才願意把錢交給你用 要不然來講 錢我為什麼要繳稅 錢為什麼不留在我自己的口袋 我自己用就好 為什麼要交給你政府用 一定是你政府你要告訴我說 你要做些什麼做些什麼事 那人民認同才可以 那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是不是 你就要透過預算來告訴人民 所以預算它本身來講 是不是跟人民溝通的一個工具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預算資訊的目的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達到這個目的的話 我們也就是需要有一套的一個系統 來產生這個預算的資訊 那這個預算資訊的系統 從最開始的起源是什麼 預算的編制嘛 預算的編制來講 我們知道說大家都知道以前 但是叫各位編的話 我們一般人會不會編 可能不一定會編喔 這個以前我在大學 我在那時候還沒當校長 我在大學上課 通常有的時候 如果交到那個大學一年級 大一新生的那個 那個會計寫出塊的時候 通常第一堂課 第一堂課我通常我會做一件事情 我會請說這個 來上這個大一出塊的學生 我會叫他做一個 我會叫同學每一個拿出一張紙來 那你我會要求他說 你就用你的方法表達出 你家裡或你個人的財務狀況 那你知道一般很多 大學一年級來念會計的 很多他是念普通高中 他完全不懂會計 然後怎麼樣 他不然念會計系 也不是因為他的性向特別適合念會計 他只是什麼 大學聯考分數落點在會計系 他就念會計系 是不是很多學生是這樣 他搞不好來講 他對會計的接觸之後 只知道會計這兩個字 那會計是什麼 他都不知道 那通常第一節課 我會叫他們拿一張紙出來說 編他們 他們表達個人的財務狀況 那你知道通常看到的話 我會把它收回來看到 你會覺得說 那真的他們表達的財務狀況 最近是五花八門 各種的動物 有的學生會講說 我有現金多少錢 我有衣服多少件 有CD幾片 甚至還有什麼 小狗小貓幾隻 還好他沒有把爸爸媽媽幾個 還好小孩子沒有說 把爸爸媽媽當成是他的財產這樣 雖然爸爸媽媽有時候是扮演提款機的角色 但是還好是沒有看到 你會看到說 他們沒有沒有受過會計訓練的人來講 他們編制的財務表達的財務報表 是真的是 你看到會覺得非常的好笑 那通常 經過一年的出壞的課程的訓練以後 最後一節課 我會 把他們第一節課所寫的 表達的財務報表 花給他們 我叫他們說你自己去改 這是你剛開始接觸會計的時候 你寫的你的財務報表 那你經過學了一年以後 你認為說你當時寫的什麼地方本 每一個人把你自己寫 比如說改每一張報告 每一份你自己寫的 你挑出他十個缺點 那有個學生寫下 你就會發現說他缺點可以寫一大串 為什麼 因為他就知道說 原來他自己那時候所表達的財務報表怎麼樣 真的是太好笑了 他們覺得借貸也不平衡 然後數字也不對 什麼什麼 很多東西 有些是什麼樣 有些是貨幣單位什麼 可以寫很多 那這個講是什麼 講說這個財務報表的編制 其實它是一個怎麼樣 很專業的東西啊 那我們人民來講 我們有沒有人 有沒有能力來編制 沒有 那這個就由誰來編 當然就是由一些什麼 政府單位 由政府單位的一些會計人員 或主計人員啊 他們有專業的人 他們才怎麼 才編得出來 那所以說 預算資訊的編制 我們要知道說 他是一個專業 是只有行政單位來編 那編了以後問題是什麼 編出來了以後 我們人民會不會接受 這預算就你編了 你自己怎麼寫 你自己怎麼寫 你自己寫就好 這個我怎麼相信你 對不對 問題是 你編好了以後 是要來拿我的錢 那我會不會同意 我不會同意 所以最好怎麼樣 你編的預算來講 我們就進行審查 那審查的話 理論上是應該是 要人民來繳稅 是要人民來審查 但問題我們有沒有辦法 讓每一個人民來審查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就用什麼 用民意機構 在中央就要就是立法院 立法委員 在地方就是各級的議會 議員來審查 那這個審查的話 所以我們 預算法有規定 你如果說 預算沒有經過 這個立法機關的 或者是民意機關的審查 你這個什麼 你這個預算能不能用 不能用 所以一定要 政府要執行的預算 一定要經過之後 最少是代表民意的機關的審查 那審查完了以後 最少是怎麼樣 這個這個預算的話 有有民意的背書對不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 這個 預算書編好了以後 審查好以後 但是預算書來講 我們等一下或許各位可以看 預算書還是什麼厚厚的一本 還是像無字天書一樣 一般人看不看得懂 還是看不懂 還是看不懂 還是要什麼 我們剛才有講 講說數字會說話 但是數字會說話的話 還是要怎麼樣 你說話的人 要有一些基本的什麼 一些溝通的工具 溝通的語言 對不對 你說會說話的話 這個各位來講 我說那我們 我們全世界有那麼多 我們可以講中文 也可以說台語也可以 但是台語我們搞不好 有的人 我想在我們這邊講國語 講台語 大家都知道 那我們來講英文 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誰說 誰說溝通一定要講國語 或講台語 我們也可以講英文 但問題是 要講英文有個前提是說 我們可能 我們都有唸過英文 那以台灣的英文 還算是普遍的 剛才講是這樣 那如果再往下講 那我們來講日文 可不可以 甚至在講什麼 全世界各種語言 那有一個前提就是什麼 要說我講的跟聽的人 我們都有相同的語言 這樣才有溝通才有效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沒有這個共同的語言來講 要怎麼講 七同鴨講啊 對不對 這個 像 在這裡 對不起 有時候我可能講了講 講一些台灣 不知道會不會有造成 有沒有人聽不懂 有沒有人聽不懂台語 如果有人聽不懂 我們就不要講台語 對不對 那如果說都沒有問題的話 老師就照這樣子 講到什麼就講 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如果可以 如果說有人聽不懂 那我們可能我們就 全部用國語 如果有人跟我講說 連國語都聽不懂 那我就想說 那就很麻煩了 我們 我想不想我沒有人說 他聽不懂國語之後 聽得懂英文 那英文我們也可以講 但是如果說 再超過英文也不行 你不要跟我講 那我們來講 講一些什麼 現在 現在比較流行的是什麼 這個 不是 外星文 那個 那個 雖然我看起來 我們 今天我們這班看起來 年輕的還蠻多的 但是 好像還不是說 年輕多到說什麼 現在小孩子是什麼 他們講的都講什麼 電腦都講外星文 那個 那個 對我來講 就有點壓力 雖然我一直都認為說 我也不認為說我很老 實際上是不小 但是也一直 因為教書的關係都跟小朋友都還有在一起 但是 真的有很多 他們小孩子在講的外星文的話 還是真的是會有 會有一些代溝產生 那我相信說 如果說講到這個的話 可能就有一個問題 所以說 這個的話就是 你審查以後 那再來就是要一些什麼 一些溝通的這些技巧 溝通的工具 那溝通的工具可能就是說 我們對於預算來講 你審查預算書 我們看到 這個其實也是 我們今天 我想說 我們這麼多人 在這裡上課 我們有很大的 我們要學習的是 能夠看得懂預算書 不一定是說 我們有知道說很厲害 但是最沒有 基本上來說 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看 要注意些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要學習的 要不然來講 我們以後可能 我們當議員 或者是當行政職 你這個連這個 溝通的工具都沒有 就會有問題這樣 那最後當然還是回到說 我們預算資訊的目的 就是要跟人民 取得這些什麼 這些共識嘛 那這是我們 預算資訊的一些架構 那我們在這個 接著的話 那我們講了預算 那我們漸漸就 講到說比較 嚴肅裡面的東西 就是說 預算有關的這些名詞 預算其實說起來 沒有人 我相信說我們在座 沒有人說 你沒有聽過預算 這兩個字 大家都沒有 但是 這兩個字來講 我們如果說 大家在聊天 或看報紙的話 講預算大概是 都沒有什麼 但問題是 如果到行政 到政府單位來講 預算來講 它是一個比較嚴謹的一個 我們的預算的編制 或使用 其實都是有法律的規範 那什麼 就是我們的預算法 那預算法裡面 它有一些 相關的這些 預算的名詞很多 但是我把它折一些 比較重要的 大概這些比較基本的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 預算法裡面 有一些名詞是比較 專業 或比較冷門 或比較堅設的 那我想我們時間關係 我們也不是說 時間關係 也不是最主要上這個課 我們是站在一個使用者 所以我們就只有介紹一些 比較重要的這些概念 第一個就是說 預算 我們常會看到 概算 預算案 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 這個看起來好像都差不多 但是在法律上來講 他們是不一樣的 在法律上 他們有不一樣的 的這個要求 那我們來看說 預算 預算來講 是 根據預算法第二條 這都是法律的定義名詞 各主管機關 依它的施政計畫 初步估計的收支 叫做什麼 概算 這個是什麼 重點就是估計這兩個字 只是初步估計所變 因為你要產生預算之前 你先不要先勾 先估計一下 這個都還沒有很簡單 這個是一個基礎 這個 連預算都還稱不當 我們就稱為什麼 概算 那概算以後 經過你進一步去評估了以後 你所編的 才變成是一個預算 但是 預算如果說 還沒有經過立法程序的話 能不能稱為一個預算 我們通常在法律上把它稱為什麼 預算案 這個我們剛才有跟大家講過很多次 我們的預算一定要經過什麼 民意機構的審查 中央政府的話就是立法院 你沒有經過立法院的審查的話 你不能 你只能稱為什麼 只是個預算案 那預算案來講 如果說有經過立法程序而公佈的 那這個才叫做什麼 法定預算 那法定預算就具有法律效果 政府就可以根據法定預算去什麼 去向人民課稅 然後來根據法定預算 他去執行他的公務 他把這個錢就花出去 所以我們錢的執行的話 最主要是什麼 是法定預算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法定預算來講 通常就是一個單位 這個是一個法定 但是我們各個單位來講 他在分配給比如說 像教育部 他下面有高教師有技職師有很多 他在把他怎麼樣 施政計畫的分配給各單位的話 那這個叫做什麼 分配預算 因為可能我們的法定預算 可能是只有對一個部會 就是說你這個部會就是2000億 就是你的法定預算 但問題是 你執行的時候是不是2000億 一個 你執行就全部都是那個什麼 都是教育部一個單位 不是 教育部下面還有很多單位 他有各級學校啊 對不對 他分給這個學校都要 比如說 以前我在的學校是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我們一年分配到的 預算有多少 有十幾億啊 對不對 那十幾億的話 他政府在教育部 大家分配給我們 我們那個叫什麼 分配預算啊 所以說 我們這一個 在法律上來講 我們時常這樣 概算預算 法定預算 分配預算 這個是我們比較重要的幾個 或許我可以舉個例子 跟大家說明 這個 比如說像以前我服務的是一個學校 對不對 學校每一年是不是要招生 對不對 招生的話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要 你要命題 要監考 要教室 要圍場 要什麼 是不是要花 這是不是一個正式活動 是一個活動 要不要花錢 要花錢 那錢從哪裡來 錢當然是說 我們會 我們會招生的時候 要不要向學生收報名會 對啊 那報名會 那我們如果說 這個招生這個活動 是我們一定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通常我們就要怎麼樣 我們知道說我們今年比如說 今年7月的時候 我們要辦一個招生活動 那我們可能在這個年初的時候 我們就怎麼樣 是不是要先 就是不是要先估計是說 我們這個錢到 要辦這個活動要多少的收支嗎 但是那時候 我的學生人數 報名人數多少 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的情形怎麼樣 我知道根據上期 我來估計說 上期說比如說 有一千個人報名 然後這個什麼 比如說一個人報名收一千塊 報名會收一千塊 那這樣是多少 就一百萬嘛 但是這個人 到底會不會多一千 不知道 那只是我的估計 所以我那時候根據 估計出來一千人 那個報名會一千塊 所編的這個什麼 這個就叫概算嘛 那概算到了 比如說到了3月4月的時候 正式發售簡章 然後學生來報名的 那我知道說我正確的報名人數 比如說是一千兩百人 那一千兩百人 我是不是要 我要把我的概算 根據正確的報名人數 是不是 我報名人數 有確定我的收費金額 是不是就已經知道 那我在編的那一張就叫什麼 叫做編出來一張的 那個叫做什麼 預算案 但問題預算案的話 是不是我這樣子就可以 我開始把這錢用掉 不是 我這個錢的話 還要經過一個什麼 我這預算還要經過 我們學校一個什麼 招生委員會 他們去看 這樣子合不合理 你一千兩個人報名 搞不好招生委員會 認為說你這個 一千個人的時候 你報名會收一千塊 現在學生景氣不好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 他有沒有可能把我們調整 變成 報名會變八百塊 也有可能啊 所以還要經過一個招生委員 他的審查 那如果審查過了 那才叫做是一個什麼 一個預算 一個預算 對不對 那我根據這個法定預算 我就可以開始來什麼 來找老師命題 然後來做什麼 做什麼事 來登廣告 還有去租教室 來做考場 很多的這些 那執行完了以後 最後再編一個什麼 結算 這個就是我們整個的 這些名詞 有他不一樣的地方啊 那第二個來講 我們跟在預算法的第四條裡面 有講到這個基金種類啊 這個我們一般人會有個誤會 誤解以為說 我們講預算就是講什麼 講行政單位 或公部門的這些 的收支 這個叫預算 其實不是 我們的政府的施政裡面 除了說行政院 我們以中央政府來講 除了行政院各部會以外 其實我們的政府施政 還有很多是什麼 在基金會裡面啊 有各種的基金 而且有的時候 很多基金會的基金的金額來講 金額還是非常的大 甚至不比一個 一個什麼樣 一個公家 一個部門還少啊 比如說像我們的行花基金 那個基金額度都是好幾千億啊 所以我們在預算審查的時候 除了說對於這些公共部門 進行審查以外 我們也要我們的審查範圍 也包含什麼 包含各個基金啊 那基金的話可以分為普通基金 跟特種基金這兩個啊 那基金指的是指說 一定用途的現金或其他資產 基金可以是現金也有可能 你你並不一定是 他掌管的並不一定是現金 比如說像教育部有個什麼 協產基金 他明顯但是這個協產基金是什麼 他本身現金並不多 但是他什麼很多 他土地很多啊 我們知道說有很多人 他可能這個後面他沒有子女 或者是他有財產沒有子女 或者是有的人他為了要鼓勵新血 他把土地捐給政府來辦 辦學校有沒有這樣的人 有很多 那我們歷年累積下來的話 這些土地都到哪裡 都到教育部的一個什麼 因為跟教育部有 教育部就有成立一個什麼 協產基金啊 所以我們基金有可能是什麼 是現金也有可能是其他資產啊 那基金的話按照他的用途 如果說一般的用途沒有特定用途 我們就把它稱為什麼 普通基金啊 那既然普通的話就是普通 那比較特殊的是什麼 特種基金啊 特種基金就是什麼 特殊用途 那我們預算法裡面 我們規定的特種基金有哪幾個 有六種啊 第一個就是說 營業基金 債務基金 信託基金 作業基金 特別基金 還有什麼 資本計畫基金啊 營業基金指的是什麼 像我們有很多盈利事業單位啊 這種的話就是什麼 他本身有什麼 有盈虧的這種的話基金 他基金本身要致富 會產生盈虧的 比如說像我們有很多科博館科教館這些 他們是一個基金 但是他們有沒有收門票 有啊 他們的收入有很多是來自於什麼 你去參觀的人收門票或者 那 債務基金呢 債務基金就是說 我們政府可能我們有一些 比如說我們要蓋一條高速公路 那我們沒有錢我們向外國借 借錢 但問題這個金額很大 可能十年二十年要還 我們不是等到那時候再去籌錢 而是我們 在每一年每一年我們就開始把什麼 過路費的錢提撥來做這個什麼 債務基金 那信託基金就是說 政府有些財產的話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什麼 國安基金有很多股票 但是政府是不是本身是不是很會買股票 不一定喔 這個 這個政府啊 所以說有時候他就委託什麼 信託給一些這些 一些懂股票的人來 那作業基金 作業基金的話 跟營業基金很像 但是他有一點不一樣的是什麼 營業基金的話 他本身是有最主要要有盈虧 但是作業基金的話 他只是說給你這個錢 你可以作業但是他並不是要以 你有這些盈虧為主要命 比如說像 我們以前我的學校 我們的國立大學 我們國立大學就是屬於什麼 這個作業基金啊 作業基金什麼 政府給我們給我們一筆錢 那我們自己可以來維持學校 但是學校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目的要賺錢 學校沒有 學校的話他就是說 你要能夠說收支平衡 然後能夠說把學校正常都讓下 因為學校如果以賺錢為目的 那就那就不叫學校 那叫什麼 學業店了嘛 對不對 以前來講 學業店還蠻好賺 現在就可能比較沒有了啦 那特別基金的話 可能為了特別的 特別收入一金 可能我們有一個什麼 特別收入 比如說 像我們在眼通ETC 對不對 這是新的 但是這個政府 可不可以收入一些錢 那時候這個錢 他可能拿來做什麼用 或者是說我們這個香菸捐有沒有 我們這個你進口香菸 或者是多少 你就要抽多少錢來做什麼 但是這個不是稅 我們進口香菸 可能有一種什麼 一種是菸稅 一種是菸捐對不對 稅的話是屬於 就是屬於稅法規範 那你就要經過立法程序 那捐的話你就是要 比如說一包菸要抽五塊幾塊的這個捐 那這個捐就成立在哪裡 一個特別的基金裡面 這個基金可能他的用途 可能就來做什麼 這個國 因為跟香菸有關的話 他可能就把這個捐拿來做什麼 這個國民的什麼 健康醫療的宣導 或者什麼類似這樣子的 這種的話就是什麼 特別收入基金 那資本計劃基金這個時候 比如說我們政府有規定 有計劃說我們可能 五年後十年後 我們要做個什麼 我們蓋個機場或蓋個什麼東西 那這個錢我們可以怎麼樣 剛才講的是債務基金 是我要做這個計劃 我沒錢我先借以後再找錢來還 那另外有一種做資本基金 我已經先知道以後我要做 但是我現在沒錢 我可不可以開始籌籌財顏 我先把錢存下來 那這種就是什麼 資本計劃益金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們預算的總類 對呀 這是預算法十六號規定 我們預算來講 這個 一個就是什麼 我們 看你是如果以中央政府來講 我們行政院所編的 這個就叫什麼 中央政府總預算 你行政院 那行政院還包含他下面的各部會 所編下來的 這個就叫什麼 中央政府總預算 那總預算下面的話就是什麼 單位預算 我們知道說行政院下面有教育部 有國防部有內政部 那教育部內政部對於行政院來講 他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單位嘛 所以他所編的就是要什麼 總預算下面就是單位預算 那附屬單位預算呢 附屬單位預算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附屬單位的話就是說 他的性質又是單位 但是又不是全部是單位 這個比如說像教育部裡面 比如說像我們的故宮 故宮是隸屬在哪裡 在教育部 但是故宮的話他本身 有沒有收入 有啊 故宮他的錢 他本身是公家單位 但是他 他自己本身也有收入也有 他一部分要編到預算一部分不用 那分預算的話就是說 在單位預算 在按照各個項目所編的 就是要什麼 單位預算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 他的 預算法的說明啊 總預算是指政府全部所編的預算 就像剛才我講的 我們行政院來講 他就是一個什麼 行政院包含各部會的話 他所編的就是一個什麼 中央政府總預算 這政府所編的預算這樣 單位預算的話 他又分成兩種 我們剛才有講 預算除了公務單位 還包括基金對不對 那公務預算是指什麼 機關單位之預算 相對於這個中央政府的 相對行政院 教育部國防部 是不是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一個公務單位 那特種基金呢 特種基金是 你這個基金 我們也是在屬於 我們預算審查的項目 你如果全部都是要編入的預算 這種就叫什麼 特種基金 那附屬單位預算呢 他不管你是公務或者是基金 你只要一部分編入總預算的 這個就叫附屬單位 但是他一部分有編入 一部分沒有編入 這個就是什麼 附屬單位預算 那分預算是 以機關別或基金別所編的預算 這就是什麼 分預算 這個是我們 我們是有點枯燥 但是這個是我們一些預算法 其實預算法裡面 很多類似這樣子的一個規定啊 但是這幾個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必須要知道的 那接著都是我們預算 48條到53條的話 預算 我們今天在講的是什麼 講預算的審查 那預算的審查的話 我們預算法48到53條的話 我們預算你審查的時候 他預算法有規定一些基本的 第一個就是說 預算審查的時候 應報告事項就是說 施政計畫跟稅入稅出 預算的編制過程 這個 應報告事項的話 因為我們預算法有規定說 這個是你需要來報告的 因為你如果沒有這一個規定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說 行政院跟立法院 是不是平行單位 行政院跟立法院是平行單位 那預算是誰編的 行政院編的 行政院你如果沒有這一個規定的話 行政院需不需要 要向立法院報告 沒有 我跟你平行我為什麼要不然 但是我們預算法裡面就把它明定說 你行政院的話就會來做這些報告 報告什麼 報告你行政的施政方針跟這些稅入稅出 那我們知道說 我們知道說這一個每一年的預算審查的時候 立法院會開議的時候 行政院院長都要率各部會的首長到立法院 做什麼做施政報告 那最主要就根據這一個 預算法的規定這樣 那第二個來講就是說 那預算法的報告完了 那你立法院你要進行審議 那審議的方式 有什麼審議方式 這裡面請注意一下 我們這個是預算法規定的話 你審查一定要什麼 要審議的方法 要審查你稅出的規模 預算的引擬 計畫的績效 優先順序 請注意一下 這個我們的審議方式是只有什麼 稅出規模有沒有稅入規模 為什麼 為什麼預算法只有特別強調說 你立法院要審查要審查稅出 沒有要求說你一定要審查稅入 我們知道其實稅入跟稅出 都是你 都是我們預算書裡面的一部分 而且立法院當然都看得到 但是稅出它是法定的一個審查項目 但是稅入是不是 不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才是不是有講 它是一個公共理財對不對 所以比較重視的是什麼 是你的支出嘛對不對 你政府支出如果太過於浮爛的話 會怎麼樣 會不會加重人民的負擔 對所以他認為說你立法院 你要幫人民把關 是把關什麼 人民的這些支出 那至於如果說支出的話 稅出如果確定要支出的話 那我們知道說量出為入的情形之下 稅入有沒有那麼重要 就比較沒有了 所以這一點的話 剛才我們在講租稅的公共理財的原則 就表現在這裡 立法院如果說把你預算如果說 其實這一個的話 不是在要求 不是在規範 預算法 這個不是在規範行政 在規範什麼 立法院 因為你立法院你說要不然就是 預算一直把他擺著 那我們的政府的政務能不能推行 就不能推行 所以他規定是說 你要在會計年度開始前一個月就要一節 15天前就要由總統公佈 你這樣子的話才可以說 不會影響到行政單位的正式推行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說 有關這個在審查的時候 你在會計 比如說104年度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104年度我們現在103 是不是在今年的11月底以前一定要審查完畢 你如果沒有審查完畢的話 那就是違反預算法了 那第四個就是附加條件或期限 我們預算在審查的時候 除了說照行政院你所編的預算 我可以準或不準或刪除以外 有的時候也 預算法也附於這個什麼 立法院或審查的人 你也可以把它加什麼 附加條件或者是期限 你這個要做的話 但是你要做你要怎麼做 可不可以附加條件 那可不可以限期你要什麼時候執行 所以有這個法源依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要求行政院要配合 所以這個是 就是賦予這個立法單位的一個權利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審查的時候得限制議題跟人數 審查的時候你可以 有關這個人數 因為我們知道立法院有時候在審查的時候 他會怎麼樣子 他會一直揹個一直講一直講 或者是說他發言或者是各種的話 有各種的議題或天馬行空的一直引申出來 有沒有可能這樣 有可能這樣 所以這個他這個預算法也規定 這個也是在約束什麼 立法院立法委員 這個你的議題跟人數 必要的時候都可以限制啊 你如果沒有這條規定的話 立法院會問這個院長說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憑什麼不讓我講 你憑什麼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院長這個設計 我們根據預算法我們有這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預算法來講 我們現在時常在媒體上看到這個怎麼樣 這個立法院吵吵鬧鬧 其實你如果仔細看 其實是他是亂中有序啊 你看這個立法委員 他們吼再怎麼吵怎麼鬧 但是有一些像這些是法律規定的 他們會不會去 會不會去換到這些東西 不一定他們就不會喔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說去違反這些法律的規範的話 立法院有個紀律委員會啊 那如果不小心的話 院長就會幫你送紀律委員會啊 那紀律委員送去你可能 說不定會被停權啊 會被怎麼樣 沒有沒有很多很多 所以你看立法院有的時候 我們從電視上會看到說 這個立法院好像像什麼 好像 有人說像瘋子燕一樣 什麼吵吵鬧鬧 其實你真的給他看 沒有他們其實是亂中有序 有很多是這樣子 但是有很多他們的分寸 他們自己還是會去注意這樣子 那我們接著的話還有幾個我們看一下說 那預算書的範例啊 這個 預算書來講 預算書其實是我們整個 預算來講 這個預算書只是一個怎麼樣 我們整個預算裡面它呈現的一個什麼 一個書面資料啊 我們說預算 我們大家都知道聽過預算 但是預算來講你總是要 要把它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書面的資料 那這個書面資料是怎麼樣 就是編的是像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預算書 那我們知道說 預算書來講 我們以中央政府來看 預算書來講 行政院所編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他下面還有各個部會都編的話 一年來講好幾百本 差不多現在大概下個月開始 大概立法院的工友 他用推車推個 推一整車的到每個立法委員的那個什麼 的辦公室那預算書 每一本每一本裡面內容是很多啊 但是很多的話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話 雖然他各部會或者是內容都不一樣 但是他主 雖然他的單位或者編制的不一樣 但是他的基本內容或形式格式 都是一樣 都是基本上這些都是必要的 第一個就是什麼 他的封面啊 封面大概預算書就是長的這樣 我只是這個什麼 103年104年都還沒有編出來 要到9月份才會開議才會進行104年 所以104年 這是一個什麼 中央政府總預算 那這個是哪一個單位 單位是這樣的 他的立法院 因為立法院算是比較單位 我就拿這個立法院來 他一定都有一個什麼 有這個封面啊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他的內容啊 預算書的內容都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來講 他一定都包含了這幾個架構啊 他主要內容就是包含了什麼 預算書的目次裡面 一個是他的總說明啊 然後第二個是他的主要表 第三個什麼 附屬表大概就這三類 都不 都是他主要 都一定會包含這三個東西啊 那這三個東西裡面 所有內容都會有各自上的不一樣 沒關係我們這個40分 我們休息10分鐘 我們再繼續上課 好